李克强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期间展开的双边外交也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除了周四与新加坡李显龙的会谈的李克强周三还与柬埔寨首相洪森 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双边会谈 此外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动走上前和李克强握手寒暄 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开始之前 各国领导人手拉手拍大合照象征彼此关系亲密无间 李克强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分别握手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动走上前和李克强握手寒暄 针对中非领导人是否会在系列会议期间进行正式会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表示 李克强与杜特尔特暂时没有双边会谈的安排 刘振明也强调中国与菲律宾对话的大门从来没有关闭 我想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在菲律宾新建政府上任以后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还好的开端 就是说菲律宾独特尔特尔总统和菲律宾新建政府 对外发出了愿意改善非中关系的这种积极的信号 愿意加强接触与对话 妥善处理好双边有关问题的积极信号 反正中方也有信心 与菲方共同努力 一起合作 支部改善两国关系 近期中非关系有改善的迹象 经历了五年的停滞状态之后 中国与菲律宾近日就重启中非经贸联委会 达成了重要共识 菲律宾财政部周一称 尽管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存在南海争端 但两国都希望加强贸易和金融的往来 菲律宾财政部在声明中说 具体来说菲律宾和中国政府 想振兴五大领域的合作 包括农产品贸易 通过货币互换的双边金融合作 海关项目融资以及旅游业 而菲律宾马尼拉公报称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及使馆官员 上周与非财政部长卡洛斯多明格斯会面时表示 中国希望能够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 支持杜特尔特政府的优先项目 根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 中方官员还呼吁财政部 加快菲律宾成为亚投行成员国的进程 杜特尔特上台以后 中非关系无论从双方的意愿 还是失智的进行 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如果能跟中国改善关系 那么改善关系可以缓和中非之间 这种原来是这样的机会 又可以通过从中国方面 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来增强它在国内的施政的实力 以及施政的这种归乱 此外李克强当地时间周二晚 在万象下大的饭店 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李克强表示 新加坡是中国在本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的沟通 有利于维护中心关系的发展方向 促进务实合作 增进双方人民感情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显龙表示 新方愿同中方加强交往与合作 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东盟与中国长期以来 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新加坡作为东盟中国关系的协调国 愿为各方增进理解 扩大利益会合点 做出积极的努力 首先新加坡现在是中国东盟关系的这种协调轮 那么先跟协调轮来会商 应当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二呢 我们还要看到 新加坡这个国家在东盟中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 起到一个军师的作用 那么我们第一站先跟军师谈 起到一个可以说论华机的作用 在结束东盟10加1和10加3两场会议之后 李克强继续双边会谈的议程 当地时间下午5点45分 李克强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双边会谈 今年7月15号 李克强在乌兰巴托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 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时候 李克强表示 在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 检方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仗义直言 捍卫了真正的国际法治和地区规则秩序 为维护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 也表现在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去年11月8号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称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 与柬埔寨国防大臣迪班 在金边达成了协议 中国将加强对检的军事援助 以提升柬埔寨皇家军队的实力 英国路透社援引迪班的话称 中国还将帮助柬埔寨开办军事学院 协助对柬埔寨士兵的训练 而柬埔寨日报说 中国目前是柬埔寨最大的军事援助国之一 柬埔寨双方还将加强在军事通信领域的合作